又是一个冰雪消融的时令 在这里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为我们可爱可亲的伊丽 庆祝她的70岁生日 那在此请允许我 到今天能冲出百忙 在百忙时间冲出 时间过来到我们这里 来参加伊丽Berthday Party的亲朋好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谢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祝愿伊丽 Happy Birthday 70岁生日快乐 那我送给伊丽一个对联 上联是用征家的征 下联是天家的天 那么就是增福征寿 增富贵 天光天彩天吉祥 横批就是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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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 人生 古人说 人生七时 古来西 我们说 人到七时 最有戏 伊丽的人生之戏 既有起伏迭大 也不乏 精彩分成 她在不少行业 取得过可圈可点的 傲人业绩 也写过不少 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 用很多很珍贵的 从大家这儿收集来的历史图片 来一起走过伊丽的人生之路 第一篇 磨难中成长 亭亭玉丽一小鸭 这是 preview 我们会给你一个惊喜 是从她的大学朋友那儿来的 这是伊丽的一家 这是她曾经求学过的地方 我们重新组合了一下 来把这四个篇章总结一下 但是呢 没有办法挪她的位置 所以有一些呢 是outro plays 待会儿你还能细看到 比如说那个歌 你们把歌后准备好 一会儿需要文唱对唱 和这个对唱赛的 你们先看清楚啊 这里面一会儿要从这里面 有问题问大家 这都是第一篇章里边的 她在中国成长下放最早的工作 和家人 这是她足迹变迹过的一些地方 横跨大洋 来到美国 在美国上学 这么快 我们还要先上去 一会儿一会儿 一会儿还要回到这个里边 所以大家要去想 选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要问问题 别人往下走 来到美国之后 我觉得她开始了文字的第二篇章 创业临奋斗 从自己学的专业到最后 在大华府创出澳人的这个大多会业绩 里边的足迹是大家很多在座的 有目共睹的 这是创业片 然后她开始进入了回馈社会 回馈社区和奉献的新的一章 这在她房地产之外 她不但用自己的金钱 经历甚至是她的能量 调动了我们很多的人 在这一代做出很多公益事业 爱心是其中的一项 最后 第四篇章 是她现在在精神和情感世界 遨游与周游的时候 自己的大学同学走到一起开始座右试解 享受着怡然弄孙 并且呢 现在她的追求从创业 已经到了是自己心灵和生命的延展过程 这是最后一段 有些照片 有意的是历史和现在的对比 就是最近他们去苏联的时候 和永凯和爱军 军华留意 我在这儿就是简单说一下 这个整个影集是从各方各面的朋友那儿收集来的 这个整个影集的这个组委会的这个领导是燕伟琴 叶伟琴 王兴宇和这个这个 郭华是这个整个 郭晓兰 郭晓兰 爱峰 都是这次 拔峰 都是这次活动的这个默默的组织者 不加的强力 不加强力 这些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给伊丽的祝贺 各个时期的朋友 还有没有来的朋友也送来了他们的祝福 这张照片是伊丽唯一的化妆的照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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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有说这个太太快了 那我们就回去看一下 然后有问题给大家是不是 好现在挑几个下一个是